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66章我做流氓 试试 以后我就专心的去做我的流氓 绝对不敢再来惹事了 我滚 我马上滚 强哥脑门上冷汗淋淋 一半是因为手和腿疼的 另外一半是吓的 泰山为什么能快速的走上正轨 成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 那就是因为他们泰山抱上了医生的大腿 以前拎着砍刀打江山的时代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黑社会 都要集团化了 他们不能明目张胆的去要保护费了 他们要漂白 要开公司 要做生意 不然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国家严厉的打击 红星的老大也越来越极虑 因为泰山走向正规了 没人跟他们抢地盘了 他们反倒有些不自然了 因为人家漂白了 港地这里只有你一家势力了 到时候一眼打 你不死谁死 强哥的小弟们这才托起强哥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上百号人一哄而散 来的时候气势汹汹的 走的时候却是垂头丧气的 没想到 你在港地名声竟然混这么大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现在比这些黑社会的人还要凶 安宇竹笑道 我是跟他们讲道理的 叶浩轩耸了耸肩膀道 你用拳头给他们讲道理 安宇竹不屑地说 你这是暴力好不好 不不 我就是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一直对我说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我的拳头比他们的拳头大 所以我说的话才是真正的道理 叶浩轩道 也是 遇到流氓的时候 你要比他们更流氓才行 安宇竹笑了笑 然后又坐在桌子前继续吃了起来 刚刚还没有吃几口 这群混混就打上门来了 不过好在这里没有出现太血腥的场面 这并没有影响到安宇竹的心情 因为喝了啤酒的缘故 安宇竹有些不胜酒力 他的脸蛋微微地有些发红 在灯火通明的夜色中 更是显得迷人 少喝点吧 过夜不时 你这样胡吃海喝 不太符合养生观念 叶浩轩提醒道 有你这个大医生在 我怕什么 安宇竹嫣然一笑 但他还是把兽里的东西放下了 他站起来很没有形象地打了一个宝咯 然后伸了伸懒腰道 我吃饱了 那就回去吧 天色已经不早了 夜浩轩付了钱说 一起走走吧 刚吃过东西 要活动活动才行 安宇竹说 好吧 反正两人也没有开车 顺便散散步也行 听说你要去国外了 安宇竹突然问 快了 如果不出意外 回到京城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好以后 就去国外看看 当然 前提是瑞典的医学交流队没有来 叶浩轩说 瑞典那边已经组建了一个医疗团队 这里面的医生都是欧洲各大领域鼎鼎有名的人物 虽然尼尔松回到瑞典以后对中医进行全方位的宣传 但毕竟眼见为师 那些老外固执地说 要来华夏见识见识真正的中医 能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你一定会名垂青史的 安宇竹说 现在还没有走向世界 我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叶浩轩苦笑 虽然只是第一步 但也是世界性的一步 我想用不了多久 中医肯定会风靡全世界 安宇竹肯定地说 借你安大明星的金口预言 我想中医一定会风靡世界的 叶浩轩笑道 不是借我的金口预言 而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的 安宇竹微微一笑道 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对中医也有信心 但是有些人 似乎是不太乐意 我过得太滋润了 叶浩轩苦笑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懂 安宇竹有些诧异地问 跟你解释不清楚 或许你不知道 现在有好多人对我恨之入骨 恨不得我马上死了好 叶浩轩苦笑道 那些人肯定是小人 因为如果是好人 一定不会恨你的 你为中医做出了这么多 你为华夏的老百姓 做出了这么多 安宇竹道 用我的医术 发挥一点热量 这就是我的目标 叶浩轩说 其实我也觉得 华夏的有些制度 确实有些畸形了 一、十、住 行是老百姓最基础的生活 可现在呢 住住不起 有些地方一平方的房价 甚至要老百姓去拼搏一年 甚至两年 并一次去医院 简直是要了命 住不起 并不起 安宇竹看到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 有些东西只是暂时的阵痛 国家现在已经重视民生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 有些东西会降下来的 不然的话你认为我敢这样胡来 我不认为自己有和全国医疗系统叫板的能力 如果不是高层支持 我做不到这一步 叶浩轩道 就算是有高层支持 但是你的能力也是得到他们的认可的 不然的话为什么别人不去做 只要你去做 安宇竹道 因为我比别人长得帅吧 叶浩轩笑了笑 安宇竹盯着叶浩轩 然后无语地说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竟然这么自恋 我一点都不自恋 你看看 你再仔细看看 我长得不帅吗 叶浩轩转身笑道 帅 你是大帅哥 不然的话也不会弄得宁姐招司目响的 安宇竹白了他一眼 什么招司目响的 叶浩轩微微的一愣 啊 没什么 安宇竹吓了一跳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好像有些说漏嘴了 他连忙平开话题道 现在几点了 凌晨一点了 叶浩轩看了看手表道 这么晚了 看来 我得快点回去了 安宇竹站定身行 看着叶浩轩道 谢谢你啊 其实我看了心情之后 一直在想 要是有个人陪我吃炸鸡 喝啤酒该多好 我想感受一下那样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你如愿以偿了 恭喜 叶浩轩笑道 可惜遗憾的是 你不是我的恋人 听说是恋人 一起去吃炸鸡喝啤酒 才会有感觉的 安宇竹笑道 叶浩轩突然猛的一把抱住了 安宇竹 向一侧猛的一闪 砰一声响 一颗子弹 击在路旁边一颗碗口粗的树上 击出一个大洞来 要说叶浩轩最恨的职业是什么 那就非狙击手莫主了 这些混蛋们喜欢隐藏在暗处 就像是黑暗中的毒蛇一样 冷不防的就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所以 叶浩轩最恨这些家伙他 因为他们从来不正面和自己的敌人交锋 总是喜欢躲在暗处 这一枪刚躲过去 安宇竹还没有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因为他还没有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羞羞树声轻响 在叶浩轩的感知之中 又有数颗子弹从不同的方向射来 这一次埋伏在四周的狙击手 竟然有五六名之多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 叶浩轩自信不受一点伤害 但问题是他怀里 还多了一个安宇竹 或许自己能不受一点伤害 但安宇竹是必死无疑的 叶浩轩揽着安宇竹 一个闪身 闪到了大陆旁边的一个深沟之中 感受着背后男子身上 浓浓的男子气息 从来没有和男人如此贴近过的安宇竹 感觉到自己几乎无法呼吸了 他定了定神 有些惊异不定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杀手 叶浩轩的神经 就像是一根弦一样 紧紧地绷着 这一次来的数名狙击手 都是隐匿高手 以他的感知力 只能感应出他们大概的位置 但是不能准确地锁定他们的身形 杀手 安宇竹吃了一惊 怎么会有杀手 他们要干什么 杀手当然是要杀人的 叶浩轩没好气地说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嗖嗖树声响 树颗闪光潭落在了叶浩轩和安宇竹的身边 闭上眼睛 叶浩轩一把将安宇竹按在了地上 同时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喷喷喷树声响 这几颗闪光潭轰然炸开 即使是闭上眼睛 炽热的光滑 仍然能刺的人双眼灼热 树颗闪光潭炸开以后 叶浩轩心中一领 他的感知树中 数个拿这家特林多管机枪的人 正在向他和安宇竹所在的方向 围了过来 而且有些人手中的机枪 已经开始旋转 这种一秒钟 能发射数千发的子弹 一般人真的抗不住 或许 叶浩轩能在这枪林弹雨中逃生 但安宇竹绝对不行 叶浩轩一把抓起不知所措的安宇竹 翻过深坑 然后向这大陆一侧的树林里面跑了过去 几乎是在他逃离的同时 身后的枪声响起 六管机枪强大的杀伤力迸发出阵阵火热的光迹 在夜空之中显得极其绚丽 叶浩轩拉着安宇竹 一路狂奔 安宇竹平时缺乏锻炼 只跑了一小惠儿 他便气欲喘喘的 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 我 我跑不动了 我要死了 安宇竹感觉喉咙里像是火哨一样 刚刚跑那一小段路让他精疲力尽 他靠这一棵小树想要坐下 但是还没有等他坐下来 叶浩轩一把将他揽过 同时 顺势在地上几个滚落